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304集 婶婶指了他们兄弟几个好一顿数落 我说你们一个个都听到没有 明天每个人都给我带个女朋友回来 一个个长得有模有样的 要人才有人才要身材有身材 怎么就一个女人缘都没有呢 我说你们一个个是不是挣钱都挣傻了呀 连谈恋爱都不会了 以陆霄为首 陆婷川紧挨着 再下来是陆白 陆又林 四兄弟并列一排 那颜值那怯场 绝对比一幅画还要养眼 几个人被训得闷不吭声 陆成在旁边搂着娇妻和孩子 心里为自己庆幸 幸好把婚事给办了 不然老爷子只不定要被气死几个来回 陆站着做什么 都给我出去 以后要是还一个人的话 就不用回来了 我没有你们这些不争气的孙子 闻言 除了陆露婷川之外 其他三人都立马闪人 陆悠悠把陆霄给拉住了 哥 你别走啊 大不了咱俩配一对呗 陆霄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最后还是出去了 免得接下来再哀训 陆露婷川和纳兰宇站着不动 那样子 颇有几分今天不把话说清楚 就不走了的架势 老爷子见陆露婷川站着不动 更来火了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出去 爷爷 我已经给您把孙媳妇带回来了 我条件符合站在这里 我认可他了吗 陆家有人认可他了吗 刚刚 有两位婶子认可了 纳兰与小心翼地冒出一句 不管怎样 总要试着融合 试着接触 老爷子似乎是没想到 他会开口 嘴角打了个抽 将几位婶子给扫了一遍 谁 谁认可他了 给我站出来 几个婶子都往后退 这个时候站出来 那不百明要挨骂吗 老爷子 各位叔叔婶婶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大的成见和不满 但我还希望 也恳请你们 能给我和婷川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用我的余生 好好照顾他 陪伴他 以弥补我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请你们 给我一次机会 纳兰与将话说完 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们之间 不管谁给谁造成的伤害更多一点 那些都将成为他们的过去 但是纳兰与知道 他的家人想从这件事中走出来 必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他做好用长时间来抹去他们心中的阴影 前提是先要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诚意 老爷子绷着脸 陆婷川的母亲也是扭着头不看他 爱说话的三婶出来打破僵局 其实吧 我们对你也没什么不满的 只不过 你看你们呀 这才认识几个月 都还没有把对方了解透彻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重点不是家里人 而是你们俩 得多彼此了解一下 没准发现彼此有什么缺点啦 小毛病啦 小癖好啦 哎 反正啊 还是多接触接触比较好 你看现在年轻的人呀 哪个不是分分合合 换来换去的 他们这些做婶婶的 不好说得过分重 但是不闻不问吧 又感觉像是看好戏似的 所以婶婶这话说出来 属于是中立立场 两边不得罪 也道出了实话 纳兰与抿了抿唇 婶婶说的固然是有道理 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死心眼 认准的东西一般不会改变 除非陆婶川不要我 否则 我不离开他 纳兰与再次表明了 自己的态度和决心 陆婶川的母亲听到她的话 心头的火只往上窜 怒气冲冲地开口 老三 你现在就让他给我离开 我不想看到他 也没办法接受一个 三番五次要我儿子命的女人 纳兰与的胸口 像是被重重地砸了一下 闷得顺不过气来 陆婶川无奈至极 妈 我也好几次差点杀了他 他身上至今还留着几处 我留下的枪伤 而且 他也救过我的命 所以这些事 我们能不能就此翻过去 翻过去 你说得可真轻巧 儿子 你两次从鬼门关被救出来 躺在手术台上 与死伤搏斗 你知道你妈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你看到你妈一夜白头的样子吗 陆母的情绪有些激动 想当初 她守在病床前 一夜间就愁白了头 后来陆婶川脱离危险后 她担心被陆婶川看到满头白发的样子 忙不迭地去把一头白发给染了回来 直到后来白发长出来了 瞒不下去了 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陆婶川无言 给家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和阴影 是不可否认的 对此 她的内心也一直很愧疚 但是比起眼前的 她更想珍惜当下 陆母缓解了一下情绪 继续说道 听说你被人从沙漠里挖出来 我跟你爸在你病房门口守了三天三夜 滴水未济 好不容易把你盼着醒过来 你又偷偷跑出去找这个女人 还把命送在她手里 又不是石林他们赶去得及时 你现在被丢弃在冰冷的大海里 尸骨无存 你有想过你爸吗 有想过你在座的亲人的感受吗 这些话 不说出来让纳兰宇知道 她心里永远都不甘 就是要说出来 让她也难受 确实 纳兰宇听了这番话 内心犹如被千丝万缕捆着 越缠越紧 紧到她觉得呼吸都开始困难起来 她能理解 也能想象到 陆母当时的心情 毕竟她也是从煎熬中度过的 当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她理解不到 但是一定是生不如死的 陆亭川宁这眉依旧是无言 这些话 陆母憋在心里难受 让她说出来也好 你以为你妈的心 是铁石做的吗 你妈还在心有余悸 心生未愈时 你把这个女人带回来 要她做我的儿媳妇 说到这里 陆母苦涩地笑了起来 陆老三 你可真高待你妈了 你妈没你那么宽的心 做不到跟一个杀人魔头捅住一屋 纳兰宇身形一晃 险下没站稳 脑海中 不停地徘徊着陆母口中那一句 杀人魔头 她曾痛恨陆亭川的时候 低咒她是杀人魔头 没想到 自己居然也会给冠上这个名号 可想而知 陆母对她到底有多痛恨 感谢观看